这个视频咱来讲讲三角形 生活中到处都是三角形 比如三角烧 比如三角招 比如三角铁 像这样的图形就是三角形 但如果让你说出它的定义 你会不 三条边围成的图形 那这样的也是三条边围成的呀 你说得不贡献 那这样的就不贡献 还不能出头 得这样 其实数学上三角形的规范定义是 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条线段 首尾顺次相接所组成的图形 不贡献和首尾顺次相接 就保证这家伙是个三角形了 你看数学语言是不是还挺精准的 如果你用ABC来表示三角形的顶点 那这个三角形就是三角形ABC了 这是它的表示方法 这三条线段叫三角形的边 咱可以用小写的ABC来表示 一般情况下 顶点A所对的边就是A 其实不是任意三条线段都能组成三角形的 比如这样三条 首尾顺次相接 够不着呀 要想能连上 这两条边加起来得比这条边长 这是因为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所以这两边之和必须大于这条边 也就是A加C大于B 这叫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那我问你 如果三条边长是 2 4 6 能组成三角形不 2加4等于6 这不就相当于贡献了吗 所以要想组成三角形 必须两边之和严格大于第三边 所以2 4 6不行 那三边长是3 3 6呢 对了 这个也不行 要是换成38 4呢 这个3加8大于4呀 可是3加4小于8呀 这也拼不成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需要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像7 8 9 就是全方位 无死角 咋看都是三角形 其实只要最短的两边加起来 比第三边大就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三角形的两边分别是4和5 那第三条边M可以是多少呢 这个简单 两边是4和5 相加等于9 所以M小于9 等等 这是三角形的边总得大于0吧 那就大于0小于9 诶 你再等等 1可以不 145 1加4等于5 这个不行 也就是说 M45是三角形的三边 那M加4必须大于5 也就是它得大于5减4 于是M的范围就成了 大于5减4小于5加4 也就是1到9 所以第三边不只要小于两边之和 还得大于两边之差 你看这是两根棍 长度分别是4和5 咱把它定一块 然后转起来 第三边长度就会逐渐增加 到9的时候就会共线 所以必须小于9 之后第三边会逐渐减小 但是再小也会比1大于66 所以第三边的范围是 小于两边之和 大于两边之差 题目都讲完了 快点总结吧 首先 不共线的三条线段 首位顺词相间 所组成的图形就是三角形 它的数学符号就是个小三角形 其次 三角形的三条边 必须满足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否则就不能组成三角形 好了 为师姐就讲完了 徒儿们速速刷题去吧